大概可能不到一天的戏吧 就觉得这个头套啊 一摁怎么 有坑 后来这戏演完了以后 一打开一看 里边全是汗 后来一看 这个往后天越来越热了 干脆就把这头套 就干脆就刮了 看了《西满红红梦》之后 我觉得还有一个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刘薇老师所唱的那《好聊歌》 对 《好聊歌》 真的是很棒 对 据说这个《好聊歌》 您准备了很久 而且还特地学银送来着 学了 学了吧 学得特别含糊 我这也不是不会唱歌 天生不会唱歌 然后我呢就是瞎唱 瞎唱 对 不一看 基本上不太张嘴 因为怕张了嘴了 将来对不上口型 这个看是要等到9月2号 再能够看到他们三位 给我们带来的表演了 但《好聊歌》 我们想今天在现场 我们提前带给大家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好 来 请来为我们抽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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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忠实了原著 并且把原著的精神体练得比较好的 在制作上当然就完全没的话讲 新版《红楼梦》 我看了它完全使我惊讶 它突破了过去的《红楼梦》的拍摄点光 我很钦佩 我们走过同一片沙漠 同一碗水 我们看过彼此的寂寞 也是寂寞的作者 我们吹过风筝的颜色 越遥远 越灿烂 越快乐 那年我们一起唱着一首追风筝的歌 和声飞过 漫天好笑笑 那年我们一起唱的那首追风筝的歌 歌词旋律 是否还记得 等一等一天又回来 风筝的颜色 风筝的颜色 和声飞过 漫天好笑笑 那年我们一起唱的那首追风筝的歌 和声飞过 漫天好笑笑 那年我们一起唱的那首追风筝的歌 和声飞过 漫天好笑笑 和声飞过 漫天好笑笑 那年我们一起唱的那首追风筝的歌 歌词旋律 是否还记得 歌词旋律律 歌词旋律律 他将经历一番怎样的诞生历程 2006年4月 历经四年的前期筹备 电视剧《新版红楼梦》 或《国家广电总局》拍摄立项许可 立项单位 北京华路百纳影视有限公司 自此 一段力求重现经典的历程 拉开序幕 2006年11月 电视剧《新版红楼梦》 顾问委员会成立 邀请众多各界重量级专家加盟 2007年8月 李绍红 李小婉团队 接受《新版红楼梦》 与摄影指导曾念平 造型指导叶锦天等 组成设置班地 2008年3月 历经半年多的选拔和集中培训 主要演员一一浮出水面 宝袋拆缝 逐线交融 2008年5月 《新版红楼梦》 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棚 暖箱物开机 一系列中国电视剧拍摄史上的知罪 就此诞生 1.18亿元的投资 闯国内电视剧单集最高成本 10个电影摄影棚 103堂搭建场景 最大规模场景投入 388名武器以上戏份的演员 演员阵容庞大 上千套精美配饰 滚滚滑浮 2009年6月20日 北京电视台在亚洲最大的摄影棚内 对原非醒亲的拍摄 进行了现场直播 这既是国内电视台 第一次现场直播电视剧的拍摄 又是新版红楼梦 首度全面亮相 2009年9月 2009年9月 将向观众交上一份怎样的答卷 将用怎样的唯美精致 继续演艺经典 再现名著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要为您请上的是 新版《红楼梦》的导演 李少宏女士和制片人 李小婉女士 掌声有请 少宏导演你好 又见了 你好 小婉姐 少宏导演好 好 今天首先在这里 为了向二位拍摄《红楼梦》 表达我们的一份心意 今天有一位我们的嘉宾 要在现场送给二位一份礼物 那现在我们要有请的是 温度水长的